2月1日有网友发现任鲁玉在零点爆时的关键时刻 他精准卡点让网友赞叹不已 任鲁玉沉稳卡点爆时带着观众一起走进新的一年 不少观众都发现春晚的倒计时和自己的时间对不上 怀疑是不是倒计时失误了 其实是因为网络信号有延迟 任鲁玉在现场可是完美的卡上零点 零点最后一个节目表演结束 当时距离跨年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这就需要主持人们自由发挥 然而一轮祝福结束后还没有到零点 大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祝福 等到最后只剩55秒钟的时候 任鲁玉扛起大刃 拿着话筒说着祝福 有网友表示在这短短的一分钟内 任鲁玉共看了六次计时器 为了不让观众出戏 他每次都是偷偷瞄一眼就立马一开视线 如果不是放慢看的话 根本看不出来这一小细节 就连他自己也发文夸赞网友 直言好细心 竟然发现我眼瞟了六次 任鲁玉已经连续五年精准卡点 仿佛比闹钟还要准时 期待明年春晚依旧能够看到任鲁玉的精准报时